在刚刚结束的中超联赛第16轮的一场焦点战中,河北华夏幸福坐镇主场迎来天津太大的挑战。 结果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,华夏幸福最终一比二被天津太大逆转,吞下了两连百,而最近五轮联赛华夏幸福一场人赢,仅仅取得三平二负的战绩,表现让人相当失望。 作为中朝公宴的土豪球队,华夏幸福被许多球迷称作是中超满城队,因为和蓝月亮一样,华夏幸福也是在短短的几年之间,迅速组建了一支在国内足盘阵容堪生豪华的队伍,拥有江志鹏、郑豪、张成栋等现一国脚以及拉维奇、马斯切拉罗等大排外人的他们,纸面实力甚至丝毫不比恒大逊色。 然而,令和北球迷感到心塞的是,这样阵容豪华的球队,却已经连续三个赛季,都在中超发挥,不尽如人意。 上两个赛季,华夏幸福都在最后时刻与亚冠资格擦颠而过,而本赛季则更是跌倒了谷底。 前十六轮联赛,他们仅仅取得了四胜六平六负的战绩,尤其是在智利明帅佩莱格里尼离开之后,华夏幸福的战绩, 不仅没有任何改观,相反还有白蓝的趋势。 自从在第十一轮击败了重庆思维之后,他们进五轮先后被一方苏宁和福利逼平, 最近两轮更是前后三比六和一比二出给了上海双港和天津泰达。 如今联赛三成过半,仅仅击十八分的华夏幸福不仅价惯资格希望接近破灭, 甚至还有降级的危险,因为他们距离,降级区的大连一方仅仅只差五分, 从被球迷寄予后的中超满城队,到如今沦为五轮不胜的宝级队, 华夏幸福的确是中超当之无惠的第一伟强队, 和被球迷只能期待最后的救命豆草埃根廷外员拉维奇能尽快付出, 否则他们真的可能要被铺在下塞记的中甲冠记了。